新竹市长高宏安 因为在任职立委期间 被指控这是诈领助理费的部分 而今天一审宣判 结果出炉了 在贪污治罪条例的部分 是被判决有罪 是判了七年四个月 另外是齿罗公权了四年 这样子的状况 而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是新竹市政府 刚刚新竹市府的同仁 一听到这个消息 是非常的紧张 那急着滑手机 甚至也被媒体捕捉到 是这个眼眶犯肋 看起来有点手足无措的状况 而目前记者现在守候 在新竹市政府这边 是希望说他们的新竹市府人员 可以赶快找长官来 跟媒体做一个回应 而目前依照这样子的判决 结果出栏 在一审有罪的状况下 高宏安市长 目前应该是要被停职处分 而现在应该是会 由副市长抽成员 来代理他的职务 那后续在二审 如果判决是没有罪的话 高宏安马上就会被复职 但如果后续还是仍然有罪的话 在判决定验之后 就会即刻的来解职 那高宏安市长 依据剩余的任期 如果超过两年的话 就会在三个月内 进行这个补选的工作 那如果少于两年 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会 主重数是第一号 背号高宏安的判决刑判决的简单说明 结论的部分 高宏安 陈焕宇 黄慧文 王宇文 都犯了贪污制罪条例 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的 利用职务机会诈取财务罪 还有刑法第214条 使公务员登载不识罪 那这两个之间呢 是依照想象禁合犯的关系 我们重重 依照职务机会 诈取财务罪来处断 那我们的处刑的部分呢 高宏安的部分是判处 有期徒刑7年4月 持国公权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 新台币11万6514元没收 其他同案被告的部分 陈焕宇是处有期徒刑1年 缓刑3年 负100小时的义务劳务 持国公权1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06元没收 黄慧文的部分是处有期徒刑2年 缓刑5年 负240小时的义务劳务服务 持国公权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5642元没收 王玉文的部分是处有期徒刑2年 缓刑5年 负240小时的义务劳务务务务 持国公权的部分2年 未扣案的犯罪所得466元没收 陈玉凯的部分是无罪 那本件审理的范围起诉事实 包括三个部分 福报酬金的部分是判决有罪 福报加班费的部分也是做有罪 非福报加班费的部分 我们是判无罪或不令为无罪之预知 那事实的部分 高宏安从109年2月1号开始到111年12月25号的时候 担任立法委员 陈焕宇 黄慧文 王玉文 从109年开始 分别由高宏安依照不同的酬金 聘用为他的公费助理 那明知道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 不管是酬金也好 加班费也好 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拨入各公费助理 个人的金融账户 并不能算是立法委员薪资的一部分 也不是对立法委员个人的失职补贴 但是竟然跟黄慧文 陈焕宇 王玉文 有本件的范形 我们认定出来的结果 高宏安跟黄慧文的部分 一共从109年3月到5月 7月到11月之间 总共有8个月的时间 共同诈取金额达到 74741元的酬金跟加班费 那另外高宏安 黄慧文跟陈焕宇的部分 他是从8月到11月 总共有4个月的时间 认定诈取的金额是40154元 那至于高宏安 黄慧文跟王玉文的部分 他是在3月到5月之间 3个月的时间 共同诈取金额是 8233元的部分 那就法院认定的部分 认定事实跟认证的说明的部分 高宏安跟王玉文都否认犯刑 陈焕宇跟黄慧文的部分 是坦承犯刑 在整个案件的审理当中 除了对被告的询问之外 何一廷总共传了8个证人 另外调取了以上的这些证据资料 来作为佐证 那这一件其实有一个 比较正义的法律问题 是在不法所有的认定时间点的部分 那依照我们的依照何一廷的见解的话 如果这个不法所有的意图的话 是要依照他预定的计划 如果说在实用诈述左手犯罪之初 但是在还没有把诈取财务取得实力支配之前 这时候就预知要做什么用的话 主观上是不具有所谓的不法意图 但是假设是把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 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 因为偶然或事后的特殊需求 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话 这时候呢很难认定说 这个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的部分 那最后在良刑部分的说明 本件呢 其他同案被告有减刑的情况 其中陈焕宇有三个减刑的室友 他跟黄慧文、王玉文的部分 因为不具公务人身份 所以可以依照刑法第31条 第一项的部分减刑 那王玉文 黄慧文的部分呢 跟陈焕宇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 依照59条来减刑的部分 那陈焕宇跟王玉文的部分 因为跟高宏安 他共同犯罪的部分都在5万元以下 所以依照贪污自罪草地 第12条第一项的部分 也可以减刑 那补充说明一下是 陈焕宇跟黄慧文 虽然在侦查中 有自白贪污的部分 但是没有缴回 所以本件并有贪污自罪条例 第8条第二项的减刑的适用 那何怡婷、沈卓、高宏安 位于立法委员的要职 那本人应该连结致辞 但是竟然为了增加 立法委员可运用的零用金 所以罔顾立法院边缘预算 支付给公务助理补助费的目的 非法利用职务机会 榨取助理的补助费 所以这种情况 那陈焕宇、黄慧文、王玉文 都是公费助理 本来就不应该配合立法委员 榨起助理补助款 但是考量陈焕宇跟黄慧文 事后改成犯刑 态度良好 那高宏安、陈焕宇、黄慧文、王玉文 四个人都没有前科 各自依照他们的涉案情节轻重 跟犯罪目的、手段、知识水准等等 一切情况 分别量刑处一开始所说的 刑跟齿罗公权的部分 那另外陈焕宇、黄慧文、王玉文所处的刑 也给他缓刑和宣告 另外跟大家补充说明 就是所谓的不定为无罪 或无罪预知的部分 原则上 他们倍速的部分 如果说是以实际的酬金 作为基础的部分 来领取加班费 之后缴回办公室 当作零用金使用的部分 因为没有福报加班费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就没有所谓的 他们所领的部分 是有所谓的合法权源 所以很难认定 他们这部分加班费的请令 有不法所有的意图或申报不实的情况 那其中有四个被告 是被判决有罪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令为无罪的预知 那陈玉凯的部分 因为一开始都没有福报的问题 所以他之后 他一开始就没有福报 他的酬金 酬金的部分 也没有福报加班费 所以就他之后缴回的部分 我们就直接预知为无罪 以上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